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默契满分 很快就懂彼此的需求 而他也大方地分享和另一半的相处之道 据悉 沈春华被直击和老公在百货公司内惬意地享用上海菜 虽然一度被用餐客人认出 但他相当淡定 丝毫不为旁人的眼光 和老公沉浸在两人世界 期间他接起电话一讲就是二十多分钟 一旁的老公表情不但没有不耐烦 反而还起身到餐厅外逛了一圈 在回座位上等候 俨然以习惯老婆大人的忙碌模式 沈春华则表示 因为两个小孩都在美国念书 因此让他们有更多的独处时间 他也坦言 婚姻想要长久需要一点激情 平时两人会逛花室或者逛街 为婚姻重新找到生活的新火花 两人此前为了庆祝结婚周年 特别飞到泰国普吉岛 披上婚纱 重温当年新婚的喜悦 那天 沈春华穿上全白婚纱 老公则是穿上正式的西装 他们手前手漫步在碧海蓝天下 并对视而笑 画面十分为美浪漫 二 刘文正 2022年8月8日 杨耀东接受了采访 曝光了刘文正的近况 杨耀东提到 他跟知名歌手刘文正 在国外是邻居 早前曾传出刘文正因报匪而不愿意见人 对此 杨耀东代为否认 他表示 刘文正只是觉得自己已经退休 希望享受自在的生活 刘文正虽然已经吸引30多年了 但粉丝们对他的思念从来没有减退 当年 刘文正推出的第一张专辑 《诺言》泪马引起轰动 让他顺利走红 刘文正也演过不少戏 他演戏非常认真 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出彩的角色 刘文正不管是唱歌还是演戏都成绩娇人 在整个80年代可谓红极一时 圈粉无数的他还吸引了不少女明星的青睐 比如张爱佳 甜妞都对他有意思 可惜他都一一拒绝了 1991年 刘文正绝迹于娱乐圈 隐居国外生活 3.江慧 台语歌后江慧是台湾乐坛的代表性人物 演唱过许多经典歌曲 却在2015年极流永退 结束44年的歌手生涯 过着低调的生活 此前 男歌手林俊逸 透露2021年年底跟江慧聚餐 他依旧很关心歌坛 并且希望年轻一代能早日撑起台湾歌坛 事实上 江慧2015年隐退后就淡出了公众视线 一举一动也非常神秘 外界只是偶尔通过他的好友兼前经纪人陈子红 才能知道他的近况 2021年10月 江慧突然献顺参加公益活动 当时被问及 瘟疫期间都在做些什么时 他笑着说 当然都在家了呀 接着表示 实在太久没有面对媒体 内心非常紧张 并呼吁大家积极参加公益 过去曾以《我的小妹》 男朋友等歌曲 风靡歌坛的80年代当红的玉女始祖江灵 和资深艺人曹西平 感情亲如兄妹 不过他在1991年婚后决定退出演艺圈 退出后 与演艺圈的好友也断练 由于曹西平和江灵过去在演艺圈 互相扶持闯荡 失恋后 曹西平一直挂念对方 没想到等了30年后 江灵竟然打电话来找曹西平 原来曹西平苦寻江灵多年 原以为两位执行好友此生无怨再见 为了江灵看到一篇 《以我的小妹江灵你好吗》 为标题的报道后 主动透过朋友联系了龙千玉 过程中经过许多人的帮忙 终于联系到了曹西平 曹西平接到电话后 直说这通电话他等了30年 感到太惊讶 开口第一声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很激动地想哭 曹西平透露 闲前没有江灵的消息有点担心 如今两人终于通话 曹西平感动地表示 心里的大石头终于放下来了 不过曹西平也提到 不会打扰江灵平静的生活 只要知道对方安好 就很满足了 据曹西平透露 江灵现在过着平淡的家庭生活 也婉拒了许多演出 并透露不会再出来唱歌了 5.司马玉娇 司马玉娇 1991年登上了台北国家戏剧院 演出歌仔戏《吕不语貂蝉》 令他名造一时 领着明星光环的司马玉娇 1981年在当红之际结婚 司马玉娇婚后育有两子 不料传出丈夫外遇离婚收场 又因前夫参与政坛竞选 为了维护形象 二人破镜重圆二度结婚 但最后没选上 二人的婚姻也没有保住 单身后的司马玉娇 独自抚养两个幼子 背负500万元的房贷 多年前最疼爱他的妈妈重视 他内心焦虑 惶恐不安 夜不能成年 甚至一度情绪忧郁 但他想到儿子还小 决定重新振作 到医院身心健康科问诊 卖掉另一栋在宜兰的房子 约710万元 供儿子读大学 剩下的钱支付房贷 只为让家人有遮风避雨的地方 回忆当时只要有工作机会 工地秀 隔厅秀 庙会活动 他都来者不拒 为了多陪伴儿子 台北伊兰两地跑 之后戒严台湾奇案 逐渐还清房贷 他目前在台湾优质生命 关怀协会当义工 称作公义后 才更懂得爱自己 六 李亚芳 歌坛天后李亚芳 当年凭借着演唱 异曲情味俩 迅速走红 此后还跨足影坛 与优雅合作 演出中式经典连续剧 姐妹花迎来事业巅峰 此料命运无情 让她于人生最光辉的岁月 惨遭坏人伤害 并拍下了不雅的照片 最终黯然消失在了演艺圈 李亚芳当年遭遇不幸的经历后 曾深深地陷入负面情绪的泥闹中 难以自拔 事业已因此停板了好长一段时间 当时李亚芳的家人 与不少情友都明白 她是无辜的受害者 也极力地安慰她 但她还是过不去心里的内观 并且有了从此告别歌坛的念头 然而由于李亚芳那时身上 还有不少未完成演唱合约 也都拿了定金 而家中也需要这些钱 让她不得不抢眼欢笑 踏上舞台完成工作 好在在人生陷入深渊时 李亚芳身边始终有位痴情的爱人 不离不弃 据知情人士透露 李亚芳不堪心理压力 萌生隐退念头的那些年 身边一直有位相交至深的张姓男友 用满满的温情相伴左右 也正是这份不为不弃的申请 在李亚芳陷入绝望时 拉了她一把 救她脱离苦海 最终李亚芳在桓文身上 所有的合约欠款后 便嫁入了张家 从此将生活重心放在家庭 至今几乎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7.黄湘莲 1969年 黄湘莲第一次参加中式电视歌载戏 《三校姻缘》的演出 改编戏录 由淡诀转生诀 自此以炮而红 从此开始了在歌载戏表演上的坦荡心图 事业上轰轰火的她 在婚姻上一样幸福美满 在2000年的时候 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真命天子 台湾研究院院长吴承文 两人在2006年当即结婚 在这段婚姻之前 黄湘莲有过三次恋爱 并生有一儿一女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黄湘莲尤其重视这段婚姻 为了这段感情 黄湘莲放弃了她的事业 放弃了她挚爱的歌载戏 选择吸引 全心全意地去经营她的婚姻和家庭 由于吴承文是再婚 并育有三个孩子 婚后的黄湘莲就是五个孩子的妈了 这几年来 歌载戏的下坡越来越陡 黄湘莲的剧团也于2002年结散 但在2011年 黄湘莲复出出演舞台剧 《唐伯虎点秋香》 黄湘莲坦言 婚姻幸福稳定的她 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把她最爱的歌载戏 发言光大 8.何莉莉 1973年 何莉莉和赵世光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何莉莉先后为赵世光 生下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留了孩子之后 何莉莉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过起了贤妻良母的生活 刚开始一家人很幸福 可婚后不久 丈夫赵世光的华欣本性便开始暴露 花边新闻不断 而在众多的小三当中 有一位非常的嚣张 她就是谭玉莉 据悉 谭玉莉多次公开挑衅何莉莉 想要逼宫 而赵世光非但没有阻止 甚至还主动跟何莉莉 提出了一千万的补偿 要求她离婚 何莉莉听后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为丈夫放弃了事业 生儿育女 到头来却要被抛弃 虽然何莉莉非常的伤心 但是她并没有像别的女人一样 又哭又闹 静下心来的她 开始思考自己的后路 面对花心的丈夫 她知道也阻止不了 于是就选择了放手 但是有一条 自己坚决不会离婚 她一方面用心培养自己的子女 一方面稳固自己的家庭地位 对于何莉莉的做法 很多人都看不透 虽然丈夫绯闻不断 但是回到家后 她却什么都不问 这反倒让赵世光有些过意不去 从此再也没有提过离婚 何莉莉最精明的地方远不止于此 丈夫在外面滑天酒地 绯闻不断 她不断不生气 还发展起了自己的事业 她曾经在上海投资了三千万 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 经过多年的经营 餐厅发展得有声有色 不止于此 她还学习绘画 开了一家室内装潢公司 而赵世光的女人还是不断 不久后赵世光多次因病住院 并在2016年7月20日去世 她在去世前留下一言 将自己价值70亿的财产 全都交给妻子何莉莉和其子女 而那些小三小四 她只字未提 隐忍了40多年不为婚 熬死华欣丈夫 击退了各路小三 不得不说 在这场婚姻战争中 只有何莉莉笑到了最后 如今已经70多岁的她 早就把这些财产给了自己的子女 自己则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些巨星虽然都已经离开了演艺圈 但她们留下来的作品将永远流传 也祝愿她们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